最大的差别是 它不是一个范围 它进入点 就是说它要跑里面的 里面的这些程式的部分呢 是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这一个 就是Active Cell 就是目前你游标放在的 那个储存哥 点Value就是里面的值 这个这样 小于大于这个是什么 不等于 这个叫不等于什么呢 Empty Empty就是空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里面的资料 它不等于空的话呢 才执行底下的程式 那如果是空的怎么样呢 那就跳出程式 如果里面呢 它等于什么 Empty的 那它就怎么样呢 跳出这个回圈 那回圈的镜头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它的镜头在这里 叫做Wan 也就是说 Fall跟Nesser是一个partner Fall一定是Nesser 那如果你是while的话呢 那它一定什么 一定是Wan 你不能有话 有没有问 如果有话 有没有问 它就不知道说 你的尾巴在哪里 它就找不到什么呢 找不到镜头了 找不到镜头 程式就一定有错误 所以特别注意 那跟后回圈 最大的差别是 它进入回圈 是一个条件 而不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条件哦 那条件的话呢 那既然是条件的话 就会有一个麻烦点 怎么样呢 它要判断嘛 所以呢 我要判断 其实基本上 我这个底下的程式 基本上都一样 差别是怎么样呢 我这个S M T 其实我这边是用H 可是它用T 不过没有关系 那它会取得什么呢 取得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active 因为油标放在哪一个 储存格里面 然后呢 取得一个second 那我这边是用什么 一个cell 那这个cell 这个会改变的是 从I的地方改变 差别在这里 那一样会取得 秒分时 OK 那秒分时 一样丢给前面的变数 那差别是只有那个T 改成H而已 其他都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范围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写的是非常的 不好 为什么 其实我之所以会用format 就是去修改它这个程度 因为它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幅什么呢 S 小于10的话 then S要怎么样呢 就要加一个0 那实际上就是用format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 将来都会遇到这一串 就直接把这一串怎么样呢 把它删掉 不需要 那怎么改呢 直接在这边改成了 在second前面加一个什么呢 format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format非常好用 format就是把回传出来的结果 再给一个刮虎 后面加一个逗点 加一个格式 格式的话就是00 然后呢 最后不要忘了后刮虎 这样子呢 它回传过来的一定就是两码 那如果说呢 你刚才用它的方法是 它如果是小于10 小于10就是1到9 是个位数的话 加0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跟这个是道理 是 是